影视剧里的天地怎么都那么让人讨厌啊 大家好我是小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仙偶剧里天地这类角色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明明是光明与正义的代表 却做着一些令人作呕的事 今天我们就来给那些讨人厌的天地排个名 第六名千古绝尘目光天地 这位天爹倒是没啥大毛病 也没多让人讨厌 之所以盘进来呢是因为他前妻有点懦弱 还因为一己之私差点造成巨大的悲剧 他发现自己的天后在修炼邪术 不但不制止还一味帮他隐瞒 怎么办 白君神尊已怀疑我牵连魔族之事 白君神尊哪 我替你掩盖过去 你方才说的那些话 本君就都没听见 杂毛凤凰随便撒个漏洞百出的话 他都可以无条件相信 结果就是天后成魔跟男女主作对 所以这位天爹多多少少有点恋爱脑在身上的 不过最后他为了让天后回归正途 选择牺牲自己化为先妖两界的屏障 来保护世间太平 光是这一点就是后面几位天爹比不了的 第五名 十丽桃花天君 这位天君也没啥大毛病 就是看不起凡人 你这个凡人 灵宝天尊的法会其实一个凡人能来的吗 为何要替那个凡人求 得知自己的宝贝孙子要娶凡人素素 他就不行了 纵容素锦去欺负素素 明知素锦的眼睛是自己搞瞎的 还非要怪在素素身上 非要让叶华去挖了素素的眼睛才行 把素锦养在身边 也是为了制衡素锦一族 好为他所用 自己没啥大本事 上头有不能得罪的东华地区 打架要靠战身莫冤 几个儿子也不成妻 只有叶华可以独当一面 但人家还是父神的儿子 而且他特别磨磨叽叽 还是非不分 似乎没有把天下苍生当回事 惩治素锦时游游欲裕 要不是叶华把各种铁证摆在他面前 他可能还得让素锦继续作恶很多年 总之他就是一个干啥啥不行 懒攻第一名的虚伪天君 第四名 沉香如谢天地 因为多年前男主的父母相爱后 造成了悲剧 这位天地就像得了看见别人恋爱会过敏综合症一样 到处拆红线会姻缘 一个一直为天界勤勤恳恳的仙子恋爱了 他二话不说把人家给嘎了 他尤其不想让男主谈恋爱 但凡哪个女仙和男主走近了点 他都要用红线去试探他们 结果男主和女主的红线没断 他就认定女主是妖女 要杀之而后快 不让男主谈恋爱 还把天界繁杂的琐事都交给男主处理 这么古板又不通情理的天地 我该被人假扮 我甚至觉得假扮后的天地还更通情达理一些 至少他同意让男主去望穿找女主啊 第三名 苍蓝爵 云中军 去年一部苍蓝爵 多少人想组团去嘎走地基啊 随时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打着为天界好的旗号 各种刁难自己的亲弟弟 实际上只是想巩固自己的天地地位罢了 狂妄自大 心胸狭爱 没啥本事就算了 面对可以给天界争脸念的弟弟 他也是各种约束 不许弟弟犯一点天规 更不许谈恋爱 要是有哪个仙女喜欢上自己的弟弟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出之人家 这刘盈石到底是你偷的还是长衡送你的 送的 既是如此 待下去 萧去仙谷 打下神水精 兄军 玉林虽得行有亏有为天亏 但罪不至此 恳请兄军收回成立 本来小兰花和长衡仙军也是挺好嗑的一对 但就因为云中军的阻拦 长生花硬生生毕业 得知小兰花身份不详 云中军怕他是岳族奸细 就把人吊起来拷问 还好有岳尊出来霸气护气 最后这位云中军也没有嘎 他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为了说出这句台词 第二名 星落宁成堂 少典萧一 这位天帝后来者居上 四界不讲道理第一人 四界坑儿子第一人 为了巩固自己在神族的地位 让亲儿子去祭天 而西夫好不容易把儿子救活了 他还担心儿子变成怪物 生怕儿子有在凡间的记忆 不再是那个魔的感情的保卫天界机器 你能复射 振心甚远 可神族荣光四界的期许 全系于你一人身上 真不敢想象 你不再是从前的少年有情 如今的你 心中可还有欲念神师的所思所感 得真儿 媳妇和姐姐是蔑视之话 又毫不犹豫对他们进行诛杀 姐姐妹妹必须死一个时 她果断悬了能吸天界清气的姐姐 留下能在魔界吸灼气的妹妹 总之这位天帝 要战斗力没战斗力 要父子情没父子情 只想让别人去冲锋陷阵 自己就在神位上坐享其成 谁要是动摇了她的地位 她连亲儿子都能翻脸 真是自私自利到极点了 第一名 香蜜沉沉静如霜 太威天帝 比少典萧一更狗的天帝 也只能是香蜜里的太威了 哈拿第一 那是实至名归 这位天帝明明喜欢花神 但为了坐上天帝之位 又娶了鸟族公主 娶了就算了 她还要不断地去招着花神 对花神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天帝为了顺利登基 与鸟族结盟 娶了鸟族的公主 徒遥为妻 背叛了先主 天帝登位之后 完性不改 竟然继续纠缠仙主 可是仙主之意不从啊 那天帝 天帝他便恼羞成怒 强行玷污了仙主 还要拆散花神和水神 自念花神的时候啊 又去招惹 长相跟花神相似的鲤鱼精 招惹后又不想负责任 就这么一扎 扎了三个女人 也是因为她的四处留情 才把男女主和润玉害得这么惨 虽然最后这位天帝为了救儿子洗白了 但他在我心目中依然是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又想要情又想要权 得不到就毁掉 得到了又不珍惜 这样的渣男他就不配 不过天帝这样的角色 在近年的仙偶剧里也不全是坏的 晨曦园里的天君就一直在暗中帮助男主 还热衷于处理各路神仙的纠纷 女主丽杰成为上神 也是她在暗中帮助 这才是天君该有的样子嘛 所以你心中最讨厌的天君是哪一位呢